各位同志朋友好 今天這集影片很重要 這集影片有多少讚 我就把它乘以倍數 把它捐給我們的 消防隊 還有我們的屏東鄉親 小老鼠 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9月25號星期一 台股市上漲了白點左右 那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要來力挺我們的消防隊員 還有我們的屏東鄉親 因為今天整個盤面上 其實整個盤面結構 包含像是民安 民陽 都是跌停板 那其他的個股 像是大田跟居民 是受惠這個事件 納額大漲 那我覺得說誰受惠 或是公司體質怎麼樣 這些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這一次的這個氣爆事件 我能夠做多少 我能夠做的 我一定是盡全力幫忙 所以 也是因為說我們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大盤跟個股 我們的會員有很多 包含像是消防隊 軍警消全部都有 而且在我們屏東跟南部的投資朋友 也不少 包含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會員都很多 所以今天 特別的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做愛心 你不用出任何一毛錢 全部都我來幫大家出 怎麼做我先給大家看 今天這集影片 9月25號這集影片 有多少讚 我就捐多少 結算到9月27本週三 本週三12點過後 看多少我馬上捐 本週四拿給大家看 那重點 署名我不會寫我自己 署名我就是寫 真投資影片 9月25號所有點讚的觀眾朋友 這是我們一起做的愛心 那你說讚太少怎麼辦 不用擔心 只要說戰術低於1000 我直接乘以10倍 我直接乘以100倍 說到做到 說到做到 只要說今天這一集的戰術 低於1000 我直接把它乘以100倍 捐給我們的屏東消防隊員 還有我們的屏東鄉親 那如果說今天的戰術低於1萬 我就直接把它乘以10倍 直接乘以10倍把它捐給我們的 消防員跟屏東鄉親 所以就是這樣 只要是在1000以內 我們就直接乘以100倍 只要是1000到1萬之間 我們直接乘以10倍 那1萬以上就無限大 按有多少戰我就捐多少 那這個署名 我就是署名今天的影片 今天9月25號真投資影片 有按讚的投資朋友 這就是我們的署名 所以如果說你有這份心意 你就可以把它推廣給大家知道 推廣給大家知道 你只需要有這份心意 錢我來幫你捐 錢我來幫你捐 我們就一起做愛心 因為說很多人在 因為說今天你就看整個盤面 看整個盤面其實 有一些族群是 因為說這一次可能說 高爾夫球工廠爆炸的事件而受惠 像是說巨民跟大鐵 那有一些投資朋友說 那這些股票能不能買 那我覺得說能不能買 這些都其次 這不是重點 而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幫助多少 這才是重點嗎 所以今天才會推出這樣特殊的活動 大家就點贊 大家就分享給更多的人 一切的捐款就是我出 截止到9月27號 本週三十二點 那本週三十二點過了 我就馬上捐款 馬上捐款本週四 我就會直接拿給大家看 直接拿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 我們股票 股票可以落後沒關係 績效可以落後沒關係 但是我們做愛心 一定不能落後 好不好 因為說我們的粉絲觀眾朋友 跟我們的會員 真的不少軍警銷 真的不少南部的朋友 所以我就盡我一份心力 能夠幫的我就盡量幫 所以這是今天的重點 那我們這樣回過頭來看台股 以台股來講 來去看 台股其實今天量是蠻縮的 預計說在這整個禮拜都會呈現這樣子 小浮量縮的狀況 都會呈現小浮量縮的狀況 因為畢竟說 中秋節 畢竟說中秋節有廉價 所以一定會有節潛的效應 這很正常 那就像我講的 這個時候的技術面看起來很差沒有錯 但是最差的型態就是最棒的買點 因為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說 永遠是技術面在帶 永遠是產業面跟總金面在帶領著技術面轉強 而不是技術面領導著產業面跟基本面轉強 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你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說 這裡基術面看起來很強勢 月線季線跟半年線之上 這裡很強勢 台股非常的棒 那你說 這裡跌破月線季線跟月線 這兩個位置的基本面 產業面有什麼變化 這裡沒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就像我講的 你不可能說 我在這個位置指數的產業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這裡就突然變不好 沒有這回事 一定是不可能這樣 所以一定是說 產業沒問題 經濟沒問題 總金沒問題 它會帶領著技術面向上轉強 所以你相信我 在這個時間你乍看之下你會覺得 整個台股的型態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糟 但是事實上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因為技術面早晚會轉強 它早晚會因為產業面跟總金面 被帶著轉強 那既然說 它會被帶著轉強 它比較弱勢的型態 是不是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一定就是這樣 你去看喔 很多個股也是一樣 包含說6274的台藥 那還有像是光達 即將尾創這些 這些也都不跌了 主要就是說它的位置真的是夠低了 所以 這幾天量說一定 呃成交量一定會比較縮 那這就很正常 這就是針對第四季 或整個十月份佈局非常好的機會 那也像我們在上週所講的 手上有一些個股 太弱流搶就趁現在 因為現在整個盤面量 成交量是比較縮 也比較沒有重點 所以要太弱流搶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間 好這個位置 趁著技術面還很疲弱 要買趕快買 你說欸 就像我講的嘛 你去想喔 現在的台股除了技術面以外 它有什麼問題 除了技術面以外 它沒有任何的問題 技術面是台股現在唯一的毛病 那既然說技術面是目前台股唯一的問題 那它就不會是問題 因為技術面 終究是會被產業還有總金 帶著向上轉強 所以你看很多個股其實都一樣 就是說 成交量不足的情況下 它可能說有時候會跌破季線 月線什麼線 但是稍微給它一點時間 很快就會漲上去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上禮拜我一直強調 廣達技嘉偉創跟光寶科 這些不用再去殺低 它的位階真的已經有夠低 真的不用去殺低 那你看 從上禮拜直到今天 相對都還是強勢 所以如果說 手上持股不知道怎麼處理 不知道 該怎麼去太弱流強 能不能加碼 歡迎直接私訊我們的light詢問 小老鼠 W178 V178 那也 或直接點擊我們影片下方的連結 也可以加入 也可以加入詢問 重點是說 有一些好股票 它在這幾天一定會比較震盪 應該說比較沒有量 那比較沒有量 它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你去看 6274的台藥 台藥也是 6274的台藥 這完全就能夠出現 我們掌握產業 掌握數字 但是優勢有多大 因為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我們掌握產業掌握數字 就不會受到外災因素的影響 而去隨便殺低 或是隨便去追高股票 來去看 627是台藥 這裡嗎 這個位置 9月4號告訴大家 這個PCB長 ABF長 它就會帶動台藥 而且當時是 建榮先掌 排波先掌 上游的波線部掌完之後 它就會輪到 正規的通波基板 所以當時講完隔一天 不誇張 隔一天就是掌停板 隔一天馬上掌停板 141.5 141.5 接著 沒多久吃了一根跌停板 我也是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出場 我們沒有說 跌停板下來 我們就賣在高點 不可能 跌停板下來 我們確實沒出場 但是怎麼辦 當天就告訴大家 你有持股去加碼 有錢加碼 沒錢續爆 空手這裡就是買點 有沒有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漲了15% 足足漲了15% 足足漲了15% 那你看 你如果說 在這裡 我很有機率去賣 多賠15% 你在這裡去加碼 或是續爆就好 不就多賺15%嗎 少賠15% 就是多賺15% 再來 9月19號 我也是告訴大家 這一根跌了 將近是半根跌停板 怎麼辦 不用擔心 這裡就是新的買點 這裡你可以去加碼 有沒有 一直到今天 大漲了半根漲停板 我們總共講了三次 哪一次沒賺錢 哪一次沒賺錢 這裡講完隔一天漲停板 這裡講完隔不到一個禮拜 漲15% 這裡講完隔一個禮拜 也是將近是10%左右 這一天嘛 這一天最低是123.5 收盤價是123.5 今天多少 137.5 有沒有 差不多就是10% 10% 15% 10% 哪一次沒有賺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 當盤勢比較震盪 或是說成交量比較清淡 我們更需要知道一檔股票的價值 否則你很容易說 被一些技術型態 或是說一些外在的因素所影響到 影響你的判斷 影響你的判斷 說 受消息面 產業 消息面技術面 或是說籌碼面的影響 它就會影響你判斷 所以你說為什麼 6274的台藥跌下來 我就能夠清楚知道說 這裡是一個加碼點 這裡是一個買點 三次真的都賺錢 三次都賺錢 因為我知道它的數字嘛 我知道說 台藥在明年 2024預估要賺8到9 預估賺8到9 這個位置真的是不貴 而且你去看 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當時我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去留意這個 銅箔基板CCL 我不說台光電 我偏偏就是說台藥 有沒有 當時為什麼 台光電它是領導廠商 它是龍頭股 為什麼我不是買台光電 而我是買台藥 正常的邏輯一定是先去買台光電 我卻是先買台藥 就像我講的 台光電的真實本益比 已經到了20倍 台藥這裡還在13倍 你如果是法了 你會買誰 台光電還是台藥 一定就是台藥 所以你說數字重不重要 產業重不重要 這樣大盤在震盪 我們台藥 一樣是輕鬆賺 所以這個就是掌握度 你說 很多人說 買經濟檔股票 我只要它上漲 不要它下跌 怎麼可能 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只要你在股票市場的時間夠久 你一定會遇到跌停板 你不要跟我說你買股票 永遠都不會吃到跌停板 不可能 一定會有這麼一天 那重點是說 怎麼去處理 這才是勝負的關鍵 你說你在股票市場的時間 只要夠久 你不可能沒有吃過跌停板 這是不可能的事 你說發生了要怎麼處理 這才是重點 你說 6274的台藥 這一根跌停板 你去 我很有紀律 跌破區間整理 跌破什麼線 M型頭部成型 我去停損 一直到今天 差不多是多賠20% 一直到今天 差不多就是多賠20% 但是你看 因為我了解說 它的價值 它的數字 它的產業 所以我在這裡 雖然說線型真的是很醜 但是我會選擇去加碼 我會選擇去續報 往上拉 不就是反敗為勝了嗎 真的是反敗為勝 這個位置我們真的是 好像說這裡 這裡我們已經出現虧損了 但是我們只要在這樣子的狀況 決策做得好 有沒有反敗為勝 往上拉 這就是產業價數字 包含像是華通也是啊 你看 華通我們公開獲利出場 大賺的30% 就沒有再創高了 因為說它已經接近它的價值了嘛 還有我們上週所講的 1584的金剛 新平蓋骨就是金剛 我們早上的節目 有特別講到 1584的金剛 可以去留意 有沒有 一直到今天 還在創高 今天最高39.85 這一段 也是大概是10到15%左右 你看喔 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嗎 台廠唯一 鈦金屬廠 它的產品已經應用到了航鈦跟軍工 但是重點來了 它這個鈦金屬廠的題材是在蘋果iPhone15 Pro的邊框嘛 鈦金屬 我也是為了這個鈦金屬 我特地去生了一台iPhone15 Pro 就真的特地去生了 沒有排隊也沒有預購 大家一直在問說 老師你去幫忙實測 看一下台積電3奈米有多厲害 這個6日 想盡辦法也生出了一台15 Pro 所以你看 就是它這個15 Pro的邊框 它的這個 就是題材啦 是它的邊框 有沒有 往上拉 但是就像我講的 它雖然有這個鈦金屬殼的邊框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子的題材就去買它 而是說它的數字要夠漂亮 那2024預估賺2.5到3 2.5到3 這裡的真實本益比只有13倍 只有13倍 這是便宜的啊 它的數字漂亮 加上它有題材 我才會去買 有沒有到今天還在創高 39.85 39.85 我們上週所講的 新平概股往上拉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大家講 我帶大家買的股票 你都可以放心 它一定都有基本的數字在 它一定都有基本的訂單 我不會因為說 喔這一檔股票技術面很好 法人有在買 或者說它有某某題材我就去買 不可能 我一定是說 這一檔股票 它的未來數字 未來數字喔 未來數字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加上題材我才會去買 就像金剛 你如果說 欸金剛 它今天如果單純只有說 iPhone 15 Pro 邊框的這種 鈦金屬題材 我會不會買 我絕對不會買 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利多啊 這個就是 短線上炒作的議題而已 但是是因為今天 金剛 2024的數字 2.5到3 數字也夠漂亮 所以我才會去買 一直到今天 還在創高 是吧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個禮拜 我們就是針對下禮拜 中秋過後的行情 下去進行佈局 亮縮就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有任何持股問題 不知道要買什麼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ght 那最重要的是 今天這一集影片 9月25號的影片 我們就以今天這一集為主 今天這一集影片 截止到9月27號 本週三的12點前 有多少讚 我就是倍數 拿去捐款 我幫大家來捐款 大家一起做愛心 我的名義就是寫大家的 名義就是寫大家的 截止到今天晚 截止到本週三晚上的12點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其實說 在目前的行情裡面 成交量一定是會比較縮 那我覺得說 既然成交量比較縮 我們又來做有意義的事 我們就做有意義的事 我們不是說 都已經發生 發生事情了 探討說 高爾夫球頭 什麼股票會受賄 什麼股票能賺錢 這就沒意思了嘛 是不是 我們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所以今天 今天這個活動是真的有意義 只要你有這份心 我就來幫你執行 好不好 有心我就來幫你執行 這一集影片我再重複一次 只要說今天這一集的戰術 一千以下 我就直接乘以一百倍 我就直接乘以一百倍 乘以一百倍 在本周四直接捐出去 那如果這一集的戰術是落在 一千到一萬之間 我直接乘以十倍 直接乘以十倍 我就把它捐出去 那如果是破萬就是無上限 有多少我就是捐多少 重點署名我不會寫我自己 署名我就是寫 真投資 9月25號影片的所有觀眾朋友 不錯吧 所以 只要你有這份心 我就來幫你做愛心 可以說多分享 畢竟說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嘛 好那我們回到重點就是說 其實 股票市場的本質就是這樣 你說技術面為什麼會轉強 技術面轉強也是要法人去買 法人為什麼會去買 法人會去買也是因為 產業好未來的數字也好 才會去買嘛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原本說 這次我沒有訂iPhone 15 Pro 但是為什麼大家說很多人私訊 老師你幫忙實測一下 3奈米先進製程 想盡辦法我就去訂了一台 那我不需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一次的iPhone 15其實 說真的算是值得買 不是說以使用者角度值得買 而是說如果是以一個產業分析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值得買 因為說畢竟說 這是唯一我們最接近3奈米先進製程的一次 因為之前說 3奈米先進製程這個東西 他都用在很高階的 很高階的一些 一些設備上面 包含說電動車 那又或是說一些伺服器的CPU GPU 那我們正常人怎麼可能會去買 怎麼可能去買一台說 雲端的伺服器買來放 不可能嘛 那你說這一次花個四五萬塊 我們可以拿到台積電3奈米的先進製程 我覺得以這個角度來看是蠻划算的啦 就是畢竟說 每天都在告訴大家 3奈米有多好 先進製程有多好 我們自己不實測說不過去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買一台來幫大家實測 來幫大家找標股 那因為說用了時間還不久 大概是一天左右而已 一天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最有感的是發熱 它發熱真的會蠻燙的 那直覺啦 因為我說我對手機 也不是說真的特別了解 直覺我是覺得 3奈米先進製程 它的 它的這個效能太好了 它的效能太好 導致說原本的手機散熱 會跟不上它的效能 那就會變成說它的效能非常好 但是散熱跟不上也沒有用啊 等於是說 效能上去之後手機發燙 發燙效能又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說 以這個角度來看 這就怪不得散熱模組會好吧 因為你去想喔 你用這個邏輯去想 如果說現在iPhone 15 Pro 它是因為裝了3奈米先進製程 所以整個效能變得非常好 但效能好沒有用 它的散熱跟不上 等於是說完沒多久 效能到有極限它就發燙 發燙效能又掉下來 所以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散熱 這也是我親自實測 才真正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說 未來的先進製程 未來的AI伺服器 散熱一定會很重要 因為畢竟說 如果你要把這個先進製程的效能 真的發揮到非常非常高 非常極限 散熱一定要跟得上 你說散熱如果跟不上 那個效能也發揮不出來 所以這是我這幾天的感想 我覺得說接下來散熱模組 這一塊一定可以去留意 包含說散熱機殼 包含說散熱模組 散熱的一些相關的 都可以去留意 這也是為什麼說 銀幫營收可以到這麼的爆發 這也是為什麼近期的奇紅 雙紅見準銀幫 琴城 每一檔伺服器都這麼強 我覺得有一部分的關係就在這裡 因為說未來的這些伺服器 等級越來越高 散熱一定會變得更重要 當然說這些東西 我們原本就都知道了 只是說我親自實測過後 又再更有感才發現 原來真的是這樣 這就是做股票嘛 是不是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很多東西我不會 很多東西我一定要親自實地去拜訪 拜訪公司拜訪產業去走產業線 我才會帶你去買這檔股票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檔股票 績效都這麼的穩定 你看 是不是 六七色彩藥 我一定要親自 掌握到它的數字 掌握度夠高 把握度夠高 才會帶你去買 哪一次沒有賺錢 1584的金剛 有沒有賺 今天還在創高 3231的偽創 偽創也是啊 你說為什麼偽創跌到100元 我一直強調不用去殺丁 不用去殺丁 因為我知道它的數字 在沒有被砍單之前 這個數字 絕對支撐得起100元的股價 一直到今天 有沒有 103.5 漲幅不大 但是 相對已經很強勢了 今天量才2100億而已 廣達也是啊 有沒有 說廣達為什麼說220元上下 不用再去殺丁 2024的數字 13到14 13到14 這樣子的價位 真的不用再殺丁 往上拉 今天最高到228 相對也強勢 光寶可也是一樣 這個位置 往上拉 121 技嘉也是 也是我們上週一直強調不用去殺丁 不用去殺丁 有沒有 這裡 一直到今天 相對都強勢 最高來到279.5 所以 以整個行情來講 把握機會 第三季快要結束了 第四季 絕對會很好賺 邏輯很簡單 今年的數字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了 那進入到第四季 大家會去想像明年的數字 明年的數字 想像空間就會變得非常大 所以真正最好的買點 以整個第四季來講 就是現在 就是本週中秋連假之前 所以不知道要買什麼 不知道怎麼去買 手上持股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NE 直接詢問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就是一起 幫忙這個 消防隊員 這也是氣爆事件 消防隊員 跟我們的屏東相親 我們一起 只要你有這份心 我就來幫你捐款 截止到這裡 9月27號 星期三的12點 一截止完 我馬上捐 一捐完 我星期四就會給大家看 所以 好的事情 有意義的事情 可以多分享出去 所以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家 HDT秤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